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宫开始传出翻拍的消息后 大家就一直期待 上线以来 口碑一路飙升 而且首部收视率已经过亿 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男主女主的演技好 剧组的良心制作 还有一部分是原著肥沃斯存的原因 前一段时间 东宫不乱删减剧情上了六搜 小编看了东宫的剪辑的确是一言难尽 让人连接不上剧情 都一块稀一块的 要知道东宫的小说 在还没有翻拍电视剧之前 就已经有一大批粉丝基础 许多观众是因为看过小说里的剧情 才会选择追这部电视剧的 所以 这件事情惹目了东宫女孩 并且连原著作者斐洛斯存都看不下去了 她还发了微博 在文末 吐槽东宫不乱删剪剧情 斐洛斯存随后也上了六搜 近期 斐洛斯存又上了六搜 原因是有网友刷B站 发现斐洛斯存后妈的名号已经走出国内 进军国际了 这是一档视频 视频中的两个小姐姐在谈论正在热播东宫 之后又说起了东宫的作者斐洛斯存 斐洛斯存一共写了二十多部作品 其中有一十多部已经被拍成了电视剧 就有韩国的粉丝将她作品里的男主 做了一个渣男排行榜 还有很多人都称斐洛斯存是悲剧的女王 小说界的后妈 我们大家都知道 斐洛斯存的作品多数都是悲剧 而且还是先洗后悲 整个画面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所以很多读者都称 斐洛斯存是后妈 要知道在一篇小说中 亲妈代表的意思是女主和男主的互动特别甜 两人的恋情基本上不会有太多波折 后妈的意思是只故事情节 一直在虐女主或者男主 甚至是两个一起虐 故事的大结局很有可能 男主和女主其中一个人死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小编可以给您带来欢乐 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可以留言交流哦 大家帮忙点关注